你的噩梦和这段经历有关吧 一场残酷的战役 简单狂飞 炮弹在身旁爆炸 都是滚烫 地上飞溅起来的泥土会把眼睛呼住 大树倒下来 就砸在你的身后 像风了一样的向前奔跑 你看到你前方的战友一个一个连续地倒下来 你还看到 还看到战友的尸体 别跑 这就是你噩梦中的景象 这些都是谁告诉的 没有人告诉我 你别忘了 我是心理医生 那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你想告诉我什么 心理医生 你在回避什么 这是我的家 请你离开 陈飞 你必须要证实你自己的问题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面 你表现出来的警觉 紧张 抵触和回避 都说明你的心理状况出现了问题 纪大夫 我没有请你给我看病 要不这样 我走 你留下 行吗 走的时候 你把我本门关上 没事吧 我不想打扰你的生活 也不想亏太你的隐私 刘盈很关心你 他希望我能帮助你 调整一下 目前的精神状态 这对你的身体状况 至关重要 我相信你并不清楚 一个人在心理方面 存在的隐患 会导致许多问题 甚至是致命的 作为旅运的好朋友 我必须找你看 我听你这话的意思 我是个精神病 你可真够荒唐的 敏感 异怒 连世的噩梦 经常发作的头疼 还有强大的工作压力 这些都是你心里出现 异常情况的征兆和诱因 我只想帮你打开这些心结 我告诉你 我现在工作非常忙 我没时间陪你 我没有病 那你为什么在云海茶楼 晕倒 在云海茶楼的洗手间 你最好的搭档 被人杀害的地方 在云海茶楼 你都看见了什么 他死的那天 你是第一个到的现场 只有你知道他在哪 他就死在你的面前 你都知道些什么 不见鬼是怎么死的 说 你还说你没有病 我咋不到顺身今天 对不起啊 没关系 这很正常 季大夫 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那好 那我先告辞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到医院来找我 到我家里也可以 我经常在家里 接受病人的心理咨询 调整一下你的心理 对你的工作 对你自己 对吕颖 这都有好处 吕颖很爱你 别让他太操心了 吃点东西 我自己 好了 我今天就会 我先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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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先告辞了 你 我先告辞了 你 我先告辞了 你 我真的有点 我先告辞了 他最近的脾气啊 难说 那还你依儿去吧 我也不会让美人 宋队长 我听说您的搭档胡建国 他可是一个无恶不错的 灰烬卡 你说像他这样的人 还不该说 哥 哥 什么 冷静点 胡建国是出光啥子 听我告诉我的 没事 昨天晚上 我跟他谈着了 怎么样 他有问题吗 他差点向我开枪 谁啊 陈飞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可以对人这样 我又怎么了 季雪飞是我请来的 是我请来跟你聊聊的 让他 你怎么能这么不给人面子 我们都是关心你 所以我不见得你把我当成罪犯一样对待吧 你今天跟我说清楚 什么清楚不清楚的 我说不清楚 我现在脑子就是一团酱子 回头再说 陈飞 你是不是真的有神经病啊 你不要胡搅蛮肠啊 你看看你 像浩豆的公鸡一样 你知道别人是怎么说你的吗 我还管他们怎么说我呢 我不管 你来有没有正事 没正事我睡会儿觉醒没有 我太累了 你讨厌我了是吗 我惹不起 躲不起吗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可恶啊你 我知道老护子的是难受 可是人死的是不能复伤的 你这样 你都没让我把凶手抓住吗 凶我吼什么 你干嘛去 陈飞你到底怎么了你 有完没有完 你干嘛求我让啊 其实我心里也挺烦的 你知不知道你别老对我这样 你现在对你就 没上了你吗 你不会也用枪指着我吧 这两天别来找我了 我脑子太乱了 顾不上你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顾上我 执行任务的时候你说走就走 顾不上我 那执行任务你要思考问题 就不能打扰你 那什么时候才能让你顾上我 你教教我 怎么才能让你顾上我 我还要出去走走 我还是出去走走 免得再吵 针对陈飞所犯下的严重错误 研究决定 对陈飞从现在开始 进行停止审查 再会 再会 这么巧啊 这么巧啊 我家就在附近 要不要上去坐一会儿 你坐呀 你坐呀 我不坐 你出事了 你怎么知道 你到现在还不承认 我是心理医生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心理医生 如果你没出事 就不会跟我回来 我得警告你 如果你不抓紧调整你的心理状态 你还得出事 出什么事 还会出什么事 杀人 说不定 我说你这家里怎么装成这样 真把屋子眼睛了是 这不仅是我的家 也是我的心理诊所 我说你这有人来看病吗 不算多 我这收费昂贵 哎呦 那我可不敢跟你聊天 我没钱 对你我免费 为什么 因为吕颖 是我在国内最好的朋友 我想问问你 你为什么把我掏枪的事情告诉吕颖呢 她很关心你的身体健康 你掏枪 说明你的焦虑症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我有责任告诉她你出了什么问题 哎呀 焦虑症 你看 你现在对人的态度 和人说话的方式 不能自如控制的情绪 这些都是焦虑症的典型症状 你没发现吗 你现在就很焦躁不安 当然 这和你工作的压力也有关系 你在工作上投入的太多 就会变得很情绪化 这样下去一定会出问题 微言耸听的 对不起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我不该跟你吵架了 别生巧妇 你哭了 像小孩一样 我没打电话 你不太吵架了 我为什么你出手了 欺负我 不会的 不担心 我看 看我的手机怎么回事 哎 没电了 别呀 有个夹离